逆流的狙击手只需一颗子弹就能扭转战局 当是我第一次玩幻影猎手 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精密筹备到底是什么意思 光学迷彩我只知道可以提供移速 却不知道能增加多少速度 探测信标可以探测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却不知道探测的具体距离是多少 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我非常爱玩 即使我不了解幻影猎手的一切 也总能用探测看清敌方的所有位置 再用光学迷彩提供速度 打低那个措手不接 慢慢的时间长了 没有探测信标周围的脚步声我也开始害怕了 我开始依赖探测信标 没有信标我就看不清敌人对方在哪 隔了一道墙我也没有安全感 直到那天我遇到了一个人 探测信标总能探测看清对方 唯独这次失误了 为什么探测信标没有看清他呢 怎么你很闲吗 别这么自恋行吗 你以为别人都围着你转吗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认清自己的身份懂了吗 懂了我挂了 我以为我看不清你 是我还不够了解幻影猎手 后来我了解了幻影猎手的一切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不关幻影猎手的事 你忽冷忽热的感觉 让我用信标看到你时就若隐若现 当我检测不到你时 我想你已经不在我的大招的视野 十五米范围内了 光学迷彩提供25%的速度 我想我在三十秒内也追不上你 我是个笨蛋 我以为你忽冷忽热 是在试探我是否真心 精密筹备提供的伤害 也达到了五次级 我看不清你的爱 也看不清你